古代皇帝为何宁要把百姓逼到造反 也不肯减轻一点剥削 原因有三 第一 皇帝过得太舒服 明君一般只会出现在王朝初期 比如汉朝的刘邦 唐朝的李世民 明朝的朱元璋 这些君王都是从刀山血海中杀出来的 他们见识过老百姓的威力 懂得民心的重要性 可那些世袭的皇帝 一辈子生活在深宫之中 吃香喝辣 你饭怎么来的他们都不知道 更不用说去关心民间疾苦了 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 就是官员的汇报 封建社会的官员能有几句真话 他们只会告诉皇帝 您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圣明君主 爱民如子 造反的都是刁民 常年生活在花言巧语之中 能不成昏君吗 第二 皇帝权力太大 封建社会皇权至上 皇帝的脑子里 整天就是那些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 他认为整个国家都是皇家的私有财产 精兵将军都是皇家的打工人 百姓商户都是皇家的奴仆 吃的喝的都来源于皇家恩赐 他们竟然还想造反 大逆不道 直接砍死 正是这种狂妄的思想 让掌权者一个个都变成了蠢货 你看历史上 哪个皇帝愿意承认自己有错 第三 皇帝改革太难 这是最重要 也是最现实的原因 虽说皇帝是封建王朝的老大 但他也需要有人支持 才能坐稳皇位 大臣的权 将军的兵 地主豪身的钱 缺一不可 而古代又是世袭制度 有钱的世世代代都有钱 仗一来 豪身权贵们便会形成一个 连皇权都动不了的利益集团 明末时期 一个小县城的官员 竟然多达5900人 超边了整整二三十倍 这些人都靠朝廷养着 朝廷的钱从哪来 从百姓手里剥削而来 皇帝要想给百姓让利 就只能狠心把这些人全给撤了职 可他一旦这么干 官场立马就会失控 所以只要这些贪官虚利 能维持官府的正常运转 交够朝廷的税收 皇帝就不会多说 也不敢多说 例如当年的崇祯皇帝 想救国 但需要巨额军饷 他也向皇亲国戚和大臣们借过款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他 朝中大臣全都在哭穷 没办法 崇祯只能继续加重老百姓的赋税 这更加激起了底层民众的不满 造反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王朝分崩离析 讽刺的是满清打进来后 竟然在那些哭穷的大臣家里 搜出了大量贪污巨款 至少是大明国库所有银子总和的八九倍 如此看来 封建社会的制度才是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个死局 根本无人可破 如果你是皇帝 你会把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